一日独报2020年9月11日 第三则新闻 内地用美元计算的出口按年 增加了8.5% 连续第三个月增长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 8月以美元计算的出口按年 增加了9.5% 创一年半以来最快的增速 连续第三个月增长 今年头8个月 出口按年跌了2.3% 进口跌了5.2% 商务部表示 头9个月的外贸进出口 逐步回稳向好 情况比预期好 认为今年外贸形势 有支撑局面 相信国务院一系列 稳定外贸政策措施 进一步落实 政策效应会持续释放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亦表示 全球疫情未能完全有效果控制 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 内地外贸发展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会确保外贸 速稳定的政策 尽快落实 和为及市场 亦会全力支持 企业落实订单 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 新模式 积极推动扩大生活 品必需的 品的出口 继续做好防疫物资 出口工作 严控出口品质 规范出口秩序的安排 另外亦表示 在今年1至8月 集职电路 累计的进口 1.5万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3% 高过外贸进口的17.6% 近几个月 集职电路进口 保持增长 是因为市场需要回暖 重新 中国作为全球电子产品制度大割 半导体需求量 稳步上升 成为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表示 疫情令到生活方式改变 刺激 集成电路需求 例如网上办公 遥远教育 互联网医疗等 拉动对伺服器 各人平板电脑 医疗电子等产品的需要 5G网络建设 以求企业因应疫情 对进口链造成影响 积极备货增加采购 亦推动了集职电路进口增长 一方面就是 华为要 儲货 所以大量入货 亦因为其他项目 根本需要很多电子零件 因此 集职电路大幅上升 这是好事 但最终 中国也要自己解决 自己做芯片的问题 我们将来有机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中国造集职电路的难处 还有什么突破口